大家好,今天要介绍的是Scarp Tree这个软件 那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操作界面 我们看到右下角这个地方 右下角这里是属于它的操作说明 那因为都是英文,而我的英文不太好 所以通常我会把它关掉 那关掉的方法是按F1 那如果你想要边操作软件,边学英文的话 那你也可以按F1把它打开来 不过因为我没有这个需求,所以我会把它关掉 以及是画面的空间 那在操作前我们来看一下中间的这颗大球 这颗大球是我们的雕塑元件 那有几个比较需要注意的快速键 这边说明一下 首先当你的滑鼠如果有滚轮的话 滚轮往上推,我们可以拉近 滚轮往下推,可以拉圆 那当然如果你的滑鼠没有滚轮 或者是你使用数位笔的话 这时候我们必须要搭配键盘上的Ctrl按钮 Ctrl按钮搭配我们的滑鼠右键 往下拉,这时候我们是拉近 往上拉,这是拉圆 好,这是第一个 再来我们看到这个球状体中间有一条线 这是所谓的对称线 那对称线的帮助是 让我们在做对称的物件时可以更方便 那如果你想要调整我们这个球体的各个面向的话 你只需要按住滑鼠的左键 就可以做各个角度的调整 另外,Alt按住不放,搭配滑鼠的左键 我们可以做上下左右的平移 那这个部分就是一些基础的设定 接下来我们看到右上角的工具箱 右上角的工具箱呢,上面这九格都是属于笔刷工具 我们可以利用它在球体的表面做出各种的造型 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个,第一个它是属于刻痕工具 当你选择了刻痕工具之后 我们看到右手边的这一区 右手边这一区就是我们的笔刷工具 它的大小以及强弱调整 上面的size,当你把拉杆往右拉的时候 我们可以在这边看到它的笔刷尺寸会变大,往左就是变小 那同样的下面的强弱往右变强,往左则是变弱 如果我把它放到中间 然后呢,使用这个刻痕笔刷在我的球体上面做雕刻 这会呈现像这样子凹陷的效果 如果你把我们的强弱工具往右调 它出现的这个效果就会比较强烈 那在自由软体里面跟其他软体一样 如果你有任何不喜欢的步骤 你只要按住Ctrl加Z就可以恢复成原来的样子 在这个工具上面有一个工具叫做反向雕刻工具 当你把这个反向雕刻打开的时候呢 刚刚我们画下去的时候是凹陷 这时候反向雕刻工具则是会变成是凸起 所以你可以利用它做出完全相反的两种效果 这是反向雕刻工具 接下来介绍下面的Draw 那这个绘图工具呢,最主要的是 就是在我们的物体表面做出这样子幅度的凸起 那这个幅度的凸起呢,可以做出各种不同的变化 当你把这个球状体缩小 然后把笔刷变大的时候 我们可以利用它做出一些不一样的凸起物 那就根据你的需求做出凸起 另外这边你也可以看到 我们有了对称线的效果 就是当你在其中一边做出造型时 另外一边则会有相对应的对称效果出现 那同样的我们在这个反向雕刻的地方呢 把它打开 如果我打开它 那我原本的凸起效果 则是会变成像这样子的凹陷效果 那我们就可以利用它来做出一些不一样的变化 比方说像这个样子 那如果我要做出像这个小块瘦的鼻孔 我就可以在这边划两颗鼻孔 对称工具非常好用 那在嘴巴的部分也是 我可以利用它做出嘴巴的雕缩造型 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变化 OK 那我们看到这个 这个是一个膨胀工具 它的膨胀幅度会比我们的这个绘图工具更大 所以说如果我们把这个反向雕刻拿掉 接着呢 我使用较小一点的笔刷 在我的眼窝里面做旋转 然后呢 它就可以做出一个凸起的效果 好像气球一样 如果你有看过那个日本在烤年糕的话 你就知道那个年糕放在火炉上面 然后那个年糕会往上膨起 大概就是这种效果 那如果你希望强烈一点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我把它调强烈一点 笔刷调大一点 我做出一个腮帮子在这个地方 我可以做出一个 有点像小猪一样的效果 OK 那如果它需要下巴的话呢 我再做出黑痕之后 我做出下巴 OK 好 那这个是膨胀工具 接着我们看到上面这个 看起来像旋转符号的工具 事实上它也是一个扭转工具 好 当你在选择扭转工具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的工具相长的跟别人不一样 这三个工具呢 都有Global这个功能 Global这个功能就是它的附加功能 我们看到其他的是没有的 那如果你的Global没有打开的话 它的功能就是可以在物体的表面上做出扭转的效果 像这个样子 你只需要在你需要扭转的地方呢 按住不放 然后做旋转 它就可以做出像这样子的扭转效果 那这个部分呢 我们可以来做出各种不同的变化 比方说像这个部分 我们就可以做出像这样子的变化 但是当你把Global打开之后 它的工具类型会变成是旋转物件 像这个样子 它变成是旋转物件本体 而不是我们的这个表面 假设我把它翻到侧面 这时候我们可以看到像这样子的旋转效果 接下来看到下面这个工具 下面这个工具呢 就是要让你在我们的物件表面做一个平坦的 平坦的效果 我只要在这边做轻轻的刷 你会发现它是一个平坦的感觉 下面这个工具比较特别 这是让你做出锐利效果的一个夹捏工具 假设我需要这个地方是在我锐利的边缘 我就可以在这里做重复的绘图 我们可以看到在这里我们可以得到一个锐利的边 那同样的道理 比方说我的鼻孔想要锐利边一点 那我也可以这样子去做重复的描绘 那当然你要根据你的这个需求去调整 我们笔刷的尺寸以及强弱 像这个样子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锐利边 好那接下来我们看到这个工具 这个工具呢也是一样有Global这个功能 我们先把它关掉 在没有使用Global这个功能的时候呢 这个工具它的效果是在我们的表面做出局部的缩小或者是放大的功能 比方说像这个样子我希望我的鼻孔小一点我就可以在这里做缩放 当你的滑鼠往上鼻孔会变大往下会缩小 那所以说它可以在表面做局部的一些大小调整 但是当你把Global打开的时候 我们的功能就会变成是物件本体的大小调整 那当然因为我现在只有一个物件 所以看不出来它的大小变化 这个功能跟滚轮往前放大观察 跟往后缩小观察 Zen in zen out的这个功能呢 其实不大一样看起来好像差不多 但是不大一样 它是利用在如果你希望这个物件是整体来讲是size变小的话 那你就可以用这个功能打开Global这个工具 接着呢往下拉让物件整体变小 往上拉可以让物件整体变大 物件的尺寸变大 然后我们看到下面这个 通常我们看到这个飞标的工具符号的话 都是一个属于移动的功能 但是如果Global没有打开 那它在这个笔刷的特性上面 就会变成是有点类似像这个绘图的效果 但是呢我们可以把它称为一个揉捏的工具 比方说像这个样子 你可以去做各种的推积挤压 那通常我们这个工具会利用在一开始的缩型 一开始我们通常都是一个圆球 如果你希望它更接近你想要绘制的图形呢 我们会利用这个工具接着把尺寸调大 那强弱依照自己的需求 假设我把尺寸调大之后呢 笔刷变大 整个涵盖住这个物件表面 我就可以对物件本体做各种不同的挤压 那比方说像它没有后脑勺 我在这个后面的地方往外推拉 它就可以得到一个后脑勺 需要下巴呢往下推拉 它就可以得到一个下巴的一个效果 所以说这个工具其实也是一个揉捏雕塑工具 最后我们看到Smooth这个功能 Smooth这个功能其实蛮重要的 因为你在绘图的时候 难免会有一些比较粗糙的表面 这时候我们就需要使用到Smooth这个功能 来消除这些粗糙的表面像这个样子 再给你们看一下 好,我按Ctrl加Z复原之后 我们看一下这个原始表面 其实是有一些纹路比较粗糙 那当我使用Smooth功能之后呢 你就可以看到它就会变成一个比较平滑的效果 那有的时候我们在做这个雕塑的时候 难免会有一些比较不需要的粗糙表面 这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Smooth这个功能 做一下美化跟美... 好了,我们可以说它是一个美肌的功能 像这个珠这时候呢 就被我调整的比较光滑一点 网红都需要美肌 OK,好,以上就是我们的基本工具介绍 那么,我来调整一下 谢谢大家